喂 各位 是不是我現在決定去不成家集訓 就不用請客了 你想臨陣多少 不過我們到底要不要去參加 這當然是不去嘛 為什麼 我不想請客也不想受訓 那你的意思是說 我們就丟一下陳來福跟陸軍強不管 這個 那你說怎麼辦 你還沒想清楚嗎 走 走 走 歡迎光臨 請問要點什麼 花生 豆干 汽水 外帶一包蜜餞 蜜餞是請你的 家裡沒大人 誰讓你決定我們吃什麼 我們汽水大哥還沒講話 是 記者大哥 我們吃點什麼東西 我們吃 這不是東西 我們吃什麼 你又來了 你要聽我們吃什麼還沒決定好 就來點花生 豆干 汽水 蜜餞不用了 你真小氣 請佩君小姐吃包蜜餞 會死 是嗎 算了 你們到底要買些什麼 你們到底要買些什麼 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是站在旁邊去 後面還有一大堆人等 買東西 對 等你想到再說 搞什麼東西 那你怎麼回事 那我們到底來 覆蓋著幹什麼 我們本來是打算一面吃東西 一面等我們記者大哥仔細考慮 到底我們要不要去受訓 我看算了吧 他連吃什麼都不能決定了 還能決定要不要去受訓 我看 我們是真的要把你送到那個 很有個性的女兒那邊 去改造改造 哪一個有個性的女兒 妹妹 你這個老闆娘 還要自己親自煮咖啡 那有什麼稀奇的呢 小老闆 不但要會煮咖啡 還會做牛排 跑堂 借帳 歡迎員工 罷工 私職 生意才能繼續做下去啊 搞本生意嘛 你還真是個標準的女常人喔 別語啦 別語啦 就不想做女常人喔 你還要說啊 但女人就想做女常人 聰明女人 想當個寵物 寵物 什麼寵物啊 男人寵物啊 嬌滴滴的 只在沙發上 一隻小蛙 你的老公 把戒子回家當身的禮物 多好啊 小姐 拜託 你這種理論 又是從哪一本答案看來的 你不知道嗎 這叫做 做現代女性主義啊 那你是準備 買一組好一點的沙發 抱一隻小貓 當男人的寵物嗎 我肯沒那個蜜啊 這才去蜜的做咖啡 做牛排 回家洗衣服做家事 是 剛剛男人跟他呢 看上我這家咖啡廳 也是因為看上我 帶我回去當寵物啊 小姐 你這個是什麼理論啊 這叫做 後悔也來女性 三種主義 我看你可以改行 去寫專欄喔 那等我離婚吧 來 你自己在笑什麼啊 你看我 做化身衣 高八度 如果有人要我啊 就阿彌陀佛啦 才說到離婚啊 妹妹 你是工作壓力太大了 胡言亂語的 我是有點工作壓力 所以才會找你打打球啊 知道會碰到那些阿彬哥啊 說到那些阿彬哥 那個打球叫高雄什麼的啊 是高敏球 什麼高雄 我還屏東耶 高敏球 幹嘛 你真的要下挑戰書 約他打球啊 我只是說說七話而已嘛 你也知道啊 你連球拍都拿不穩了 這樣剛好啊 可以叫他教你打球 就打得不錯 就叫他叫我打球 他又要把球打到我頭上了 那你也可以把球 打在他的心上啊 打在心上 幹嘛 這樣你還聽不懂啊 你不是要找一個男人 當寵物嗎 你是要我去追他 我是幫你製造機會耶 說不定他會來追你喔 追我就追我 為什麼還要加個說不定 小姐 你就對你自己並有信心啊 我去幫你約他 不過你拜託 千萬要給我留點面子 跟他見面的時候 記得裝得淑女一點 OK 要我裝淑女 那好難喔 叫他教我打球啊 我看他又把球打到我頭上了 你對他就算了 就沒有人勉強你了 欸 有男生陪我打球 我為什麼不要呢 欸 你不要看我 我可不是紅娘耶 那我自己約他啦 那是你們的事 你該怎麼樣就怎麼樣囉 高明兄 看我怎樣整你 啊 哇 美美被你打球 哇 我看你冒險 冒險不錯嘛 哇 我們本來想送你去美美那邊 去改造一下 現在他自己早上瞞來了 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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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們有點同情性好不好嘛 馬上看著我要照顏 你們很高興是不是 欸 高明兄 你老爸特地把你交給我們改造 結果你這種名玩不靈的個性 搞得我們也束手無策 現在有美美來幫我們這個忙 教你怎麼樣做一個堅決果斷的男子漢 所以啊 你一定要去這個委會 對 你少來這一套不要慌 我才不去呢 喂 你們不要逼我好不好嘛 這什麼話啊 你們知道那個美美很兇趴趴的嘛 我這一去不是兇到極少嗎 搞不好他真的要跟你虛心求勝呢 可是萬一他是存心報復的話 那我不就慘了嗎 你不會先下手回強先嚇嚇他啊 對啊 我不去不就沒事了嗎 何必給自己找麻煩啊 高明兄 如果你馴服了美美呢 就表示你不再是一個弱弱的男人 這樣子呢 你老爸會感到很安慰 我們呢 也不會再對你吃壓力 怎麼樣 願不願意為了我們共同的理想而努力啊 好 那你說 我要怎麼馴服他 這很簡單嘛 看好 我 這什麼跟什麼 什麼跟什麼 大哥 你搞清楚好不好 我們現在是要他去馴漢 不是追歷史 這幹什麼嘛是不是 不是嘛 這招馴漢有人管用嘛 對不對 你認為管不管用 喂喂喂 你們到底是有沒有辦法嘛 唉 唉 有啦 補腳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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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們在出現什麼嘛 啊 看不聽懂 喂 有啦 有啦 停 停 停 算了 我自個想辦法 哪兒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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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這叫琴匠 不如激匠 嗯 你知不知道 這羽球雖然小 但我們千萬不能少看它 所以呢 我今天要教你一些羽球的基本知識 以及呢 就是它的發球 好不好 首先呢 你要左手拿球 來 兩腳分開 左腳向前一點 微微向前對 然後 右手握拍 來 這樣子 大家也往前方 這兩個手的距離啊 稍微分開一點 好 這個拍子 由下往上 慢慢的 往上揮出 然後身體轉過來 來 我們試一遍好不好 來 慢慢放球 好 看到沒有 打到了 但是喔 你的手千萬不能過腰 如果過腰的話 就要犯規了 知道嗎 還有一點最重要的就是 你的步伐的移動 如果你步伐能夠快速移動的話 你就占了一半先機了 步伐的移動 對啊 所以呢 今天 我要教你幾個步伐移動的重要要領 這邊呢 是個角力訓練場 角力訓練場 是健康步道耶 喂喂 現在是你教我還是我教你啊 是 沒錯 你講的也沒錯 這是一個健康步道 也可以這麼說了 因為呢 它有腳底按摩的功能 所以呢可以打通穴道 可以做到 補精氣易虛了 所以呢 你呢 是所有追求健康者的福氣 啊 Cookie啦 你跟我說這些幹什麼呢 沒事了 沒事了 你先可以走兩次 走兩次試試啊 我 很痛的耶 是啊 這裡的角力很有幫助的 你不相信啊 相信啊 我聽家說喔 有人用頭去頂著 倒立著走 結果呢 他的頭就光芒旺帳耶 真的假的啊 是誰啊 是小莫妮啊 你看他的頭啊 一個包一個包的 很多耶 喂喂喂 你這個學生很皮啊 是 教練 不是要用角力去走呢 還是用頭去頂呢 什麼 我 當然是你啊 你不叫我 我怎麼會呢 你連走路都不會啊 當然不會啦 所以你要走到我會為止啊 什麼 什麼啊 是你自己說的 健康步道可以補精氣 必須了 追求健康人的福氣啊 上來吧 走 小姐妳有沒有在看啊 有啊 那妳有沒有學會呢 沒有耶 我 真的 教練啊 什麼 這種教練按摩 有沒有把你睡覺全部打通啊 有 我連忍住iPhone都打通了 我 幫我請教練有問題 我去看步道 跟我們打羽毛球 沒有什麼關係啊 這 這好像沒有什麼關係啊 沒有什麼關係啊 那你幹嘛叫我走啊 你存心整我是不是啊 不是我啦 是我那班陸戰隊兄弟 他們是怕你欺負我 所以叫我先上去圍牆嘛 我 我 我會欺負你 不是我說 是他們說的嗎 喔 他們說的 你就當這樣啊 我看起來有那麼兇嗎 看起來是不會啦 不過事實上呢 看起來更溫柔 更溫柔 我給你吃一下 聽到你一口 你走吧 我吃你的咖啡 好 謝謝 謝謝 怎麼了 腳還痛啊 有一點 對不起 其實 你平常不是那麼兇的 只是 一身子起來 我就會控制不住 沒有關係 只要我的腳 不要變成世家婚服 我就好了嗎 其實喔 偶爾都有健康步道 喝喝咖啡 感覺也滿好的 你覺得咖啡味道怎麼樣 不錯啊 那這間攤店的感覺呢 很好啊 格調高雅 清新雅致 我敢說 這家店老闆 一定是個有品味 而且會做生意的人 謝謝啦 你嫌我幹什麼 我就是這攤店老闆啊 啊 你是老闆 這選不對嗎 沒有沒有 我只是很意外啊 你孩子當老闆 很奇怪嗎 沒有啊 只是 我想不到你那麼能幹 開場地 當老闆 沒什麼了不起的啊 話可不能這麼說 開場地當老闆 要很聰明才行啊 好像我啊 我老爸來開家汽車公司 可是我偏偏對那汽車買賣啊 是一窍不通 可是我老爸啊 偏偏說 以後要把公司給我 哎呀 嚇都嚇死我了 天啊 那你當現成老闆 你都不會啊 所以啊 我老爸才把我送到海軍陸戰隊 去磨練 他還說 如果啊 他不是只有我這麼一個兒子的話 他早就把我給放棄了 那你是他全部希望了 是啊 要不是他只有我這麼一個兒子的話 我早就不理他了 這麼說來 你還挺孝順的嘛 還好啦 錯了錯了 其實 你不必害怕當老闆啊 其實老闆啊 只靠一張嘴 趕快來就起來啊 如果你不會 我可以教你啊 好 可是 你要教我打球喔 沒問題啦 是真的打球 可不是練練腳力 走走健康步道 那當然是真的啦 再說 我也不敢再練了 找痛嘛 對不對 來 喝咖啡 這咖啡很好喝 你媽媽 你怎麼了 大人的事小孩子不要問 問情很大啦 為什麼不能問啊 那女生的事男生不要問 這樣可以了吧 那為什麼女生的事男生不要問呢 因為我討厭男生 為什麼啊 不懂 你來評評你啦 像你媽媽喔 這麼勤儉持家 努力賺錢的人啊 結果到頭來啊 還是一場遊戲一場夢 你媽媽 你在說什麼啊 唉唷 算了 算了 反正說你也不懂 喔 我知道了 你是因為不能到教練場 去賣東西 去打游擊 所以你就不高興 對不對 沒有關係啦 我去幫你賣好不好 好不好 好不好啦 林媽媽 好啦 好啦 反正你不要再來煩我就好啦 那我走了喔 Leslie 你中衛啊 沒事嗎 哦 我是來買點日用品的 好啊 你隨便看看吧 嗯 Leslie 你看起來 這事好像不太好的樣子喔 沒有啦 可能是更年期快到了吧 哎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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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斯琳 痘痘呢 痘痘 對喔 痘痘 痘痘啊 痘痘 小豆子啊 奇怪了 怎麼一下子就沒見到人呢 他怎麼了 對了,他跟我說他要打遊籍 做工 打遊籍 打遊籍 王班長,我看你還是去找找他吧 萬一他影響部隊上課的話 你又要麻煩了 報長官,我曾經一再告誡我弟弟 不可以到教練場去賣東西的 我相信他一定會聽我的話 那你是不相信我的話了 王班長,你弟弟不是你的班兵 他不一定要去教練場去賣東西的 他要接受你的命令 我來跟你講這件事 是因為我是你們連隊的心理輔導官 如果你置之不理的話 我只好去找他了 我去找他 郭董 我去呀 你跟我去 郭董,別跑 郭董,別跑 郭董 郭董,他把我第二條捏打 郭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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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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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怎麼樣 走 走 走 你為什麼不聽話 我 乖 我 我下次不敢了 眼淚擦乾淨 男孩子不許哭 現在把你面壁濕棍 半個小時 把臉轉過去 我看乾淨 你 邪 你 你 我 手肘有一點脫臼 還好腦部沒什麼問題 不過要觀察一下才知道 基本上應該沒什麼答案 先一半 幫我早安 我不想再聽到報告這兩個字 你聽清楚了沒有 是 很抱歉 看你傷了這麼重 我沒事 到底呢 我在外面罵站 你到底把他當成是你弟弟 還是你訓練中心的新兵啊 長官 我弟弟做錯事情 處罰他也是應該的 我沒有說你不能夠處罰他呀 但是你太嚴厲 萬一你弟弟真的被車撞了 那你該怎麼辦 長官 謝謝你救了我弟弟 不要你感激我 長官 不要叫我 我不想聽你說話 這是命令 我 你不是最喜歡聽命令嗎 那我命令你 不要向我說對不起 不要向我說謝謝 不要向我說謝謝 你只要好好照顧我弟弟 在這世界上 除了凍凍 你誰都不需要 我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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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我一直在壓抑 也在逃避 那台車撞到我們的時候 我非常地害怕 但是我知道我壓抑不了 也逃避不了了 我寧可那個撞成人是我 為什麼不需要 我 我需要的 你趕快好起來 好 嗯 YES 台中好 好 陳姐姐 對不起 沒關係 你沒事就好 我 是 就沒這樣 就我不要把站動 李中衛 你要不要緊 哦 肩膀和手 還有點痛 醫官說 還好腦部沒什麼問題 不過要觀察一下 才能確定 慢著讓李中衛 多休息一下 好 慢著 喲 麻煩你到外面來一下 是 豆豆 你這邊陪喬雲姐姐 哦 豆豆 你沒事吧 沒有 喬雲姐姐 我哥哥有沒有哭啊 你哥哥是班長 他會哭嗎 不會 我哥哥說 男子啊 不可以掉眼淚的 你哥說得對 你不怕 她又不怕 你不是啊 你不怕 你43 不能再也不怕 我都不怕 你不怕 不會 你不會 你真的喜歡李中衛嗎? 是 你會放棄或者改變你的想法嗎? 不會 你確定? 報牌長,當李中衛冒到生命危險見我弟弟 當他從生死邊緣活過來的時候 那時候我就清楚地告訴我自己 我不能再逃避我對他的感情 我有責任照顧他,包括他的感情 我沒想到十萬火急地趕到這裡 竟然得到是這樣的結果 如果你對李中衛逃避或者是猶豫 我都有信心等到他 但是現在我知道是不可能的 我很高興你能清楚你在做什麼 我祝福你 排長 什麼話都不用說啊 好好照顧李中衛,這是命的 啊? 是的,排長 嗯 黃班長 你要去哪裡啊? 我去幫李中衛請假 一官說他要休息兩三天 你怎麼那麼笨呢? 現在他最需要你在身邊 假,我幫他請就行了 謝謝排長 我去哪裡嗎? 不是嗎? 我去哪裡 Material 亚军姐姐 你不要难过嘛 亚军姐姐 你也不要难过嘛 你们两个在干什么 也不去看店 也不进厨房 都不吃饭了 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 可是你们现在跟我们那个时候不一样啊 感情是不能勉强的 帮不了这个不行 再早眠了吗 至少不会像我那么倒霉 找到一个护心的人 妈 吃饭了 豆豆啊 吃饭了 妈 我知道 吃饭了 妈 不是啦 我想问你 为什么她们三个女生都在生气啊 这个问题喔 这个要说嘛 就要从盘古开天说起啊 盘古开天是什么 盘古开天 这个不关你的事啦 豆豆啊 跟你说喔 从今天起啊 你就要专心的读书 马上就要开学啊 以后不要再去切冰榜啊 还是打油漆啊 知道不知道 吃饭了 吃饭了 天下大乱啊 饭还是要吃的 来 吃饭了 我愛哥,不會吧? 拍手拍手,你幹什麼?你這是幹什麼? 你聽我說,俗話輸得好啊 天涯何處不放手,大仗不何況無期嘛,對不對? 你千萬不能想不開,千萬不能想不開啊 哈盤子,你這是幹什麼?放開我! 我不能放手,我絕對不能放手 你要自重自愛,你知道嗎? 你曉不曉得,國家要培養一個優秀的軍官 要付出多少薪血,多少代價,你知道嗎? 我當然知道啊,我並沒有想要自殺 你,你沒有想自殺? 還不放手,讓別人看見了,還以為你有毛病呢? 幫我拍照,你真的沒怎麼樣吧? 我當然沒事啊,堂堂一個中華民國的軍人 為了這一點小小的感情挫折,算得了什麼呢? 是是是,對不起啊,你剛才是我太激動了 哈班長,你為什麼說出天涯何處無芳草 大張夫何患無芳那些話呢? 唉,報告牌長,其實我們是同病相連啊 我跟你一樣,我們都是歷盡蒼桑,義君子啊 那我跟你比起來,可就差多了 因為我根本沒有經歷過什麼蒼桑 那就好,報告牌長,我跟你說啊 這多情郎最怕就是碰到無情娘 哈班長,你看起來心事重重 我建議你放開朗一點 因為機會和成功,永遠是跟著快樂的人 牌長說得有道理 沒想到本來是我想救你的 結果變成你來安慰我了 這叫好心有好抱嘛 謝謝牌長,祝牌長有個新的機會 好 牌長,你真的不會吧? 你怎麼又回來呢? 好好好 我們一起走吧,好不好 好,走 小星小星 是的吧 瑪梓 瑪梓 請問您是哪位? 啊? 唐忠惠啊? 你跟李忠惠通過電話了嗎? 吃飯? 好啊 那就在你那個朋友的餐廳,好不好? 好好好,那中午見了 好 柯南,只會想到請我吃飯 你上網來嗎? 好 你好像有心事喔 吃小瑜的吃 感情是不能勉強的 它不是一個口令一個動作 我相信 王班長會好好照顧他 他會快樂起 這不是很好 那你呢?很快樂嗎? 如果說 幫助別人是一種快樂的話 那麼 我應該是快樂的 我覺得你的快樂應該更具體一點 我不懂你的意思 我是說 你應該再去追求別的 就好像沙山上有很多貝殼 也許下一個會是更好更美 對不對? 你說得很有道理 那你開始尋找下一個貝殼了嗎 那那個貝殼是 兩棲專長集訓隊 我正在考慮參加這一局的集訓 柯南 你覺得我不適合嗎 怎麼會呢? 兩棲集訓是落在那裡的榮譽 沒錯 而且我相信 兩棲集訓可以使人變得更堅強 人非草木 誰能無情 但是要從感情的錯誤中站起來 是需要很大的勇氣 安邦 我很佩服 也很欣賞你有這份勇氣 那麼 你是贊成我參加集訓隊了嗎 我當然贊成 只是 你參加集訓隊的話 我們以後見面的機會也就比較少了 今天吃飯好像特別安靜 你那個老闆朋友今天怎麼沒有來招呼我 我特別交來他不要來的 那我要謝謝你 安排一個這麼安靜的午餐 哪裡 乾杯 乾杯 班長 真的假的 班長真的開金頭了 當然 來吃台灣 怎麼說怎麼說 怎麼說呢 班長說 愛 文物 班長怎麼說 這到底怎麼講嘛 反正反正就是 特別的愛 一個特別的你 就這樣嘛 你怎麼知道 你怎麼知道 班長他老弟告訴我的 班長啊 點點吃三花公 我跟你講沒想到 我們敲兵谷敲了老半天 班長竟然這麼快就搞定了 這是好事嘛對不對 對啊 小老闆 你幹嘛擺個臭臉啊 人家班長感情突破瓶頸 你應該高興了嘛 不是啦 班長還有緣分啊 我又等他高興了 但是 那個班長是先吃飯他嘛 他知道班長這樣做 他一定會很傷心啊 哇靠你真的很笨 這樣你就有機會啦 你沒有玩過股票 逢低買進 穩賺 喂喂 什麼什麼嘛 人家周韻發說的是真的 你們把愛情當遊戲啊 欸 記得大哥說話囉 喔 是是是 我失言 我失言 欸 這檳榔西是會難過啊 你就多陪他 多安慰他嘛 這個啊 周韻發沒有問題 有問題的是 我們班長 我們班長是愛情的菜鳥 他現在啊 一定小路亂撞 心裡發慌 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 那有什麼問題嘛 以後啊 我們大家就幫他 多出點點子 多關心關心他 知不知道 啊 是 雞腿大哥 嗯 啊 喂 喂 喂 請問是長官嗎 我是王威 你是不是打錯了 啊 我們這裡可沒有一個叫長官的人呢 哦 哦 請問是 曹芸嗎 我 剛好就是 嗯 你好多了吧 好多了 哦 那就好了 我 啊 再見 呆頭了 好不容易打就用電話來 也不知道多說兩句話 喂 幹嘛 幹嘛 班長打個電話你幹嘛這種表情啊 我是關心嘛好不好 你覺得啊 你覺得啊 以愛情這個領域來算 班長應該是什麼階級 我在想 應該連訓練的東西都還沒出來 所以像我們這種愛情老鳥 我們是不是應該多關心他 多教導他 對不對 對 同意 你真的不想去兩棲蛙人集訓啊 好啊我去啊 除非你現在當場把一隻九級變一隻青蛙給我看 那我就去 我服役年限已經快到了 就算我想去好好不好 哎 我一結訓我就退伍 人家幹嘛 人家會要我嗎 對 加油 好 走 看群 走 這邊 這邊 你們幹什麼 有什麼問題嗎 報告班長 我們沒有問題 有問題的是 王班長 我 報告班長 經過我們全班研究討論的結果 我們認為你在有些方面實在太差了 所以希望你能馬上改進 哎 你們這幾個有沒有搞錯 我告訴你們 全中華民國的班長像他這麼優秀的 已經不多了 沒關係 有什麼話你們儘管說 如果是我不對的話 我一定誠可能接受 馬上改進 報告班長 我們覺得你追李宗偉的方法 太遜了 你們要王班長改進的就是這個啊 那關於這一點的話 我的看法可以跟你們說是完全一樣 為什麼呢 因為全中華民國的班長 追歷史比他差的也沒幾個啦 謝謝你們關心啊 不過你們管的 實在也太寬了吧 報告班長 你平常管我們也管得不窄啊 而且我們不是管你 我們是關心你耶 我看關心還好 恐怕是有點擔心了 李宗偉他現在受傷 家裡又沒有人陪他 你應該多關心他一點吧 對嘛 對嘛 是不是 對啊 你好不容易打一通電話給他 結果一塊錢沒有講完 你就掛了 這...什麼跟什麼嘛 對 你在電話裡面 應該多跟他甜一命 反正不是面對面 你害什麼羞嘛 你還愣在這幹什麼啊 趕快去打電話啊 對 用力給他打啊 打電話有什麼用啊 給了錢啊 浪費時間啊 你是對我們班長的歷史不尬意 是不是啊 唉唷 我怎麼會不尬意呢 那你是有更好的 idea 囉 當然 這個俗語說得好呢 這個寫三封信啊 不如打一通電話 打三通電話呢 不見一次面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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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這種俗語嗎 不管也沒有這種俗語啊 反正我覺得陸軍強說得很正確啊 那你就應該趕快去看看他啊 唉唷 還懷疑啊 好吧 談戀愛 你們是班長 我是兵 我可告訴你們啊 我不是兵啊